今天还要来关心的是电玩展 那么呢在今天第二天呢 周末人气更热闹了 目前情况如何 我们连线给记者曾一平来告诉我们 是的主播台北国际电玩展呢 下午请来了五月天进行现场的live演出 现场气氛是相当热闹 赶快感受一下现场热闹的气氛 现在一直就翻过道 取得着我们画的好难道 耶 五月天的演出 其实应该在下午两点就要开始 不过因为五月天有一点迟到了 一直到两点半演唱会才开始 所以原本呢预计要演唱只有几首歌 为了弥补现场等候 从一大早就开始等候了歌迷 五月天也决定要把演唱延长到半个小时 不过在现场我们可以看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歌迷天到五月天是一字不断的尖叫 但比较有趣的是呢 我们也观察到 在旁边原本很热闹的showgirl 也因为看到五月天的整个延朝都往五月天的摊位移动 反而showgirl都停顿下来 也自己开始看五月天的表演 其实像我说五月天之外 但晚一点呢 林依晨也会到现场 为自己带人的游戏业者来站台 而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的情形 我们先把镜头交喊给同类的主播 好我们看到今天在电文展 那么最吸引人的不是showgirl 而是五月天在现场的演唱 目前最新的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